很疼 一個罕見的眼病 令四歲的Sherdon飽受折磨 我先看著我… 不用怕…看著我… 她終於到西班牙準備試新藥 不過新藥未試到,病情又出現變化 但是我們去檢望國 突然間要做一個手術 也不知道做不做到 也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接著下來做這個… 中施試試驚的病治 一個小朋友在異地 如何去承受種種艱辛的治療呢? YES Sherdon,我們現在去哪裡? 喬姨 喬姨,我們來做什麼? 喬姨 對呀,我們還有幾天? 兩天 喬姨 Sherdon平日出入最多的地方就是醫院 這天有關常去醫院做電療 為出發去西班牙前做準備 今天去做電療的時候你要做什麼? 拉扑扑扑 拉扑扑 然後就會睡著睡覺,是嗎? 很舒服嗎? 怕不怕? 不怕 好 好 喬姨 Sherdon在醫院治療 有時候一流就留個幾兩個月 住醫院住得久 他已經懂得自己找樂趣 打發時間 一個玩具足以令他很開心 哥哥,我找個歪人 醫院就像Sherdon的第二個家 而他小時候也很懂事 他要做什麼? 好 好,我一根做 好,我一根做 Sherdon幻想的是一種罕見癌病 神經母細胞瘤 為了治療這個病 他要經歷腦部癌細胞切除手術 化療、電療,還有免疫治療 對於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每一個治療都不容易 而免疫療法更加令他痛楚難擋 一個小朋友要出動到媽咖啡子痛 他吊著媽咖啡之餘 還有我有個按鈕幫他按 我是要做親手幫他按媽咖啡的人 我最初都會留力 因為我真的不想打到他身上 但我看到他很痛,我真的要按 我已經按到,那個按鈕已經過了限量 病情曾經短暫受控 可惜今年8月Sherdon癌病復發 香港父母對策 一隻西班牙的試驗藥 為絕望的小生命帶來一善希望 Sherdon媽媽決定去西班牙碰下運氣 我不可以阻礙任何機會 我一定要治好他 什麼方法都要 Sherdon呢? Sherdon什麼? 很可愛 是嗎? 很可愛嗎? 很可愛 Sherdon兩、三歲的時候還留到頭髮 可惜因為治療 原有的頭髮幾乎全部脫落 光滔滔的小頭下 因精和按摩薄斗的痕跡 之前開腦手術留下的一道疤痕 還有這個凸起的部分 他現在這裡凸起的一個波形 其實是一個泵 當時他切齊腫瘤的時候 這兩個有一個傷口 其實醫生就見過我們說 接下來如果要去西班牙試藥 因為這隻西班牙的新藥 是在中書神經上下的 就要在頭上裝一個泵 直接下下去才有效 我們當時就同意了 一次過做這個手術 搭飛機…我們去哪裡? 西班牙? 西班牙 在西班牙做什麼? 拿武器 拿武器 對付 拿武器 拿武器 終於就快到出發去西班牙的日子 臨走前 有有心人特意為Shelden打氣 製造驚喜 誰來的? 誰來的? 超人 為什麼這麼緊 超人 超人 Shelden 看到誰? 超人 開心嗎? 你猜是真的嗎? 是真的 想不想跟他們拍照握手嗎? 對 跟著他 看著我 很開心 是雪蘭寶 很開心 她和他一起拍照 真的嗎? Shelden有一個兩歲的妹妹說說 旅程長途不思 治療時間又長 Shelden媽媽不打算 也沒有能力帶兩歲的女兒同行 要救哥哥 被迫犧牲照顧妹妹 這個抉擇很無奈 不過無論如何都要接受 我這一刻 我知道我會令妹妹不開心 很寂寞 或者她回來了, 她會不理睬我 但我唯有希望她長大了 會明白哥哥的情況 我們其實很疼大家 希望她明白 但我們一定會先治好Shelden 這次一分開至少三個月 兩歲的小妹妹 她未必察覺時間有那麼長 不過媽媽就很清楚 和子女分開一分一秒有多難受 Promise媽媽什麼? 不要不開心, 好嗎? 等爸爸媽媽回來, 好嗎? 你要… 你要乖… 你要乖, 你知道嗎? 是 我們是很疼愛你 我們很疼愛你 有一天很快 她會看到自己的爸爸媽媽帶著哥哥 她的家人 四個有三個這樣離開, 只剩下她一個 我是覺得她的心靈上那一刻會很寂寞 其實前一次有一次是在移植房 我和Shelden在移植房 因為做過骨髓移植 我和Shelden在移植房間 那時候就過了一多月 那幾月我真的很想念她 我是… 我看著… 我看著那些照片 或者我FaceTime看她 我很陌生, 我看著她的樣子 你知道一來小朋友很快會變了 但我沒想過她對著自己的女兒會覺得陌生 我覺得我很對不起她 其實我很想很想陪著她 我是很疼愛她的 Shelden 我們去哪裡? 飛機 坐飛機嗎? 是 是否很緊張? 是 無論如何捨不得 Shelden和父母終於出發 前往西班牙開始漫長的療程 這裏是巴塞龍蠟 為了住得近醫院 Shelden父母決定暫轉這個城市 未做檢查之前 Shelden媽媽特意帶Shelden出去玩玩 讓她熟悉這個陌生的國度 Shelden玩得很開心 有樂場和公園 本來應該是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經常留戀的地方 可惜Shelden專屬的地方是醫院 我們現在去哪裡? 來這裡 這天,Shelden開始去醫院做身體檢查 這間是歐洲三大兒童醫院之一 環境和設施都十分適合治療 在未試新藥之前 Shelden首先要驗一下 癌細胞有沒有礦膳 才可以決定下新藥的日期 第一次做檢查, 情況已經不樂觀 到第一個星期, 已經開始做檢查 大概是十天左右 很感應就是她的頭部和脊椎 癌細胞就沒有了 但腳骨依然有 但有個不好消息 就是她的骨髓有了 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地方 因為骨髓真的很容易會擴散 她到處都是 打擊折二連三 Shelden脊椎又發現有腫瘤 我們來這裡 其實我們預約是下新藥的 我沒想過她要做其他治療 無故骨髓會有 甚至是做手術 未知治療成效是怎樣 Shelden媽媽又要面對 另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 那百多二百萬 再加上那二百多萬 其實也要大約四百萬 其實這些治療的總數 也是超過我們的預算 四歲的Shelden 在西班牙的抗癌之路 比想像中更漫長和艱辛 Shelden和媽媽如何逐一刻 留意東漲西網 F box 雙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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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雙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